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小鸡汤是什么呢 我今天下午正好进行了一个面试 今天是面了一个人 下面这个是前几天面的 我一块给大家说一下 面试让我觉得突然发现一个行业好像是饱和了 我们公司设计要离职 所以我们要招一个新的设计 然后一开始招了好久好像没有招到 然后我就想怎么就招不到人呢 然后我就自己到boss职聘上发了一个岗位 然后我发布了这个岗位不到两分钟 哗进来了恨不了50份建立 然后我就让我很惊讶 我在想是不是boss上给我发到了前 就是排到了前面 但实际上不是的 就是他的新岗位可能好像会 他会确实是在boss上会出现的频率高一些 但是这种投简历的这个个数 就是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一两百份了 就让我很惊讶 就是我之前因为之前用boss招一些其他岗位 就远没有这么对吧 就是可能恨不了好几天都来不了两三份简历 但这个简历这么多 就让我觉得这个就开始 我就看了看了有十来个嘛 后来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因为太多了嘛 所以这就出现了那个情况 就是当供需关系不正常之后 对吧 那你的竞争优势就完全就没了 你作为一个个体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所以我在 就是怎么讲 一两百份简历 里边肯定有还不错的 但是当你简历太多的时候 你筛选的时候 我就可以体会到那些各个公司的那些HR 真的是从好几百分里筛选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很随意 对吧 有的时候他就可能随便一看就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其实还蛮尴尬的 对于好多这种求职者来讲 怎么讲呢 就是他们能被选中 简历能被打开 很多时候都是运气的成分 在一个饱和的行业里 它就是这个样子 对 那 我不知道在座的身边朋友 有没有做设计的 对吧 有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我就想 为什么设计这个行业 它会饱和 对吧 设计这个行业 为什么会饱和 你们觉得呢 门槛低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对 非常直接的一个点 就是设计这个门槛 可能就是太低了 它几乎没什么太多限制 对吧 对 然后呢 包括培训机构 有那么多的 其实需求并不少 你想一想 哪个公司都需要设计 都需要设计 对吧 就哪个公司 它只要做产品 做网站也好 做APP也好 它都需要设计 对吧 但是 所以这个设计需求 并不少 但是就是 为什么就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一个是 它没有门槛 然后大家知道 市面上有什么 培训机构 好像每个培训机构 都开设计 对吧 做设计 然后还有专门做设计的 像什么火星时代 类似这种 对吧 然后我一年好几万人 再加上各大院校 培养的 对吧 就导致这个人群 它可能基础含量 并没有那么高 你不就PS Sketch那些东西 就可能学两三个月 就能上手嘛 基础的上手 所以就导致这个行业 就很快就饱和了 因为好多 特别是女生 她就不愿意学复杂的东西嘛 对吧 然后就想学个设计 就可以又轻松一点 又什么也行 但是大家 这个 特别简单的道理 就是 这个门槛越低 学的人就越多 对吧 那技术含量 就技术含量越低 对吧 她的干这个事的人就越多 那她就越不值钱 对吧 所以 你看那些 可能工作了三四年的设计 她出来 对吧 她再去找工作 她面临的竞争压力 跟那些 跟那些刚毕业的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是其实 你如果是一个 比如说竞争压力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行业 比如说 当然程序员 你可能刚毕业的时候 可能也是有竞争压力的 对吧 对 因为说白了 菜鸟的程序员 新手的程序员太多了 对吧 对 但是你干个几年之后 有经验了之后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因为别人一看你的简历 就知道你是跟那些初级的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但设计有的时候又很难看出来 对吧 做了三年和做了一年 有的时候 每个人的审美又不一样 你就很难体验出差别来 对吧 对 所以就很尴尬 但是做技术呢 那就你就工作了三四年 如果你确实在里面没有混日子 对吧 那可能你就等着猎头来找你 就可以 对吧 这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个 突然间想到这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 有经验的这个简历 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 突然间想到这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 那个谁的 在这里 大家看一看这个人的简历 再看一看那些 对吧 这就是区别 offer 简历 有一个叫做 谁的呢 我好像找不着了 那个简历 那个简历好像 好像找不着了 反正就是 那哥们简历就特别优秀 就是你一看 他是干了五六年的开发了 对吧 然后我一看就特别牛逼 一看就是30K的主 对吧 然后你在看一些市面上那些 对吧 比如说我们经常也招一些技术 对吧 然后你就感觉那些人的简历就很惨 对吧 所以我通过这个想表达 就是 大家选行业还是要选一个有一定门槛的 大家不要觉得难 对吧 那难其实是好事 难是说 怎么讲 代表他有技术含量 对吧 那你学的难 别人也学的难 但是你如果把它搞定了 那这 这就是门槛吧 对 是不是 对吧 那你大家老是想 我其实 我觉得 有一个事让我觉得 就好多年轻人老是想 想 好 想干简单的事 对吧 嗯 想干轻松的事 我觉得这个就很扯 对吧 你说你那么年轻 你不想着应该去多努力 多去 真的是 相当于提升自己的这种壁垒嘛 对吧 对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嘛 而是想着说做一些轻松的事 做点稳定的事 考个公务员 或者那 那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竞争力 对吧 或通过关系到一个什么事业单位 或者这种 就这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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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 你 你通过关系 或者你 相当于你是躲到一个避风港里了 对吧 对 就是没有 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话 那你就会很舒适 甚至可能会舒适很多年 对吧 但是 那一旦发生什么 变故 比如说 就像上节课我们讲的那个收费站的大姐一样 对 对吧 那他 他就在那个收费站干了16年 他肯定心里想的 反正我这是政府编制 对不对 政府要肯定告诉公路永远要收费嘛 所以那我就 我就肯定没问题 对吧 我就不用想这事了 我就开开心心的工作 下边就玩就行了 对吧 但是 但是一旦发生变故 那特别是在你这个可能已经人到中年 30来岁的时候 你是抵抗不住那个变故的 很多人抵抗不住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不是像20出头 对吧 25、6岁 那你有的是机会说还可以再重新来过 对吧 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我去超市 咱们去超市 咱们楼下不有超市吗 那去买一些零食的时候 你就看那些超市的那些服务员 差不多三四十岁的一些大姐什么的 对吧 就是 我就在想 那 有一些可能是因为 好多可能是因为大多数 现在还是因为学历低什么 他只能干这个事 对吧 但是你要想一想 再过了十年二十年 那 那 会不会有一些人 他就是 他是 就是 他干不了 就是他可能学历也不算低 你懂吗 但是他可能因为 在一个舒适区 太太就像那个收费战大姐一样 类似那种 那 那 你被裁员了 或你被什么了 导致你没有办法再去找一个 其他对应的工作 最终你可能沦落 就是 从之前算白领 后面慢慢沦落成蓝领的可能性 是不是都有 对 想这个事 所以 大家真的 通过这个就是说 不要 不要那个什么 不要老想着去做简单的事情 对吧 其实 我没有跟你们分享 我自己 在 这个整个的一个创业过程 就是 大家知道做 你们不创业 你们感受不到 但是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怎么讲 做在线教育其实非常难 为什么非常难呢 因为大家好多人不认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觉得 线上肯定学不好 对吧 大家觉得 你想学好 肯定还是线下 所以大家在认知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想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改变用户的认知 你让他 觉得线上也能学好 这个其实 这种心智 它是很难改变的 对吧 对 在这种 这个阶段 对吧 所以你在这个阶段 你去做这个东西 那你就明显 比做线下难很多 那如果是 做简单的事情 我其实2017年 我就不用创业做路飞 对吧 那时候我也不 我就在线下就可以 在线下我们开一个班 花200万 开一个班200万 对吧 然后还不用我 我去 怎么去 讲课 我们现在 我帮我手下 讲识好几十个 对吧 就他们自己 我就安排 我就做一些较研 大方向就可以了 你就很轻松嘛 因为已经 积累了那么多年 你已经很稳定了 对吧 我下面还有佩奇 还有海丰 还有院号那些 对吧 核心骨干 是不是啊 他们帮我干这事就行了 我就可以 真的我 不是说躺着腹前 没到那个地步 但是就可以很滋润 是的 对吧 但是 但是 就是 那我的一个 一个特点就是 当我 只要感受 就是那样虽然很滋润 但是你的 因为你 你坐在舒适区了嘛 你的成长就会比较慢了嘛 对吧 你感受不到成长 就我这个人就是感受不到成长了 我就会很焦虑 心里慌 就心里慌 甭管你 就是你想 你想 就像现在 假如说 我即便没有成长了 我一年 对吧 也能拿个几百万 对吧 老板你挣这么多 不是 拿个几万 拿个几百万 对吧 因为毕竟公司规模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那分红的话 那我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我就可以分这些钱 对吧 但是 所以这个东西跟你有多少钱 其实 没关系 我的慌不是因为担心我后面 会不会失业 会不会没有工作或什么的 那好多人可能 比如说你们 现在的慌 可能还是担心说 我后面会不会失业 对吧 但是我的慌就是觉得 我自己没有成长 我就会很焦虑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种 很多人基因里 他可能没有这种东西 他就可以在这种舒适区里 他可以待20年 只要环境不发生任何变化 他也可以待20年 对吧 对 就是他有的人 他就不愿意去 去尝试新的东西 或者什么 对吧 但是 你可以不尝试新的东西 你可以不什么 但是真的你要停 有的时候停下来 认真思考一下 你现在所依赖的 你现在所依靠的 你现在所用 所用之 拿来谋生的这些能力 是不是真的 有技术含量 对吧 是不是真的值钱 或者还是说 只是表面上 你是依附在各种资源 关系的条件下 导致认为目前来讲 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能力也这句话吗 对吧 对吧 就是表面的这些 当表面的这些 这些变量变化了之后 对吧 这个你所依赖的这些资源 优势没有了之后 你自己个人的这些能力 靠你 完全靠你个人能力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是值钱的 对 大家要认真思考一下 这样的事 能力也吧 对 我们线下一个学生 两万一千八呀 所以你看 开一个班 我们都是大班吗 都八九十人吗 八九十人太大了 一般七八十人吧 对吧 所以就 还是挺多的 然后 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是 面试这个设计 让我思考的一个事 就是大家 不要去做 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不要在饱和的行业里 去挣扎 因为你再怎么挣扎 你可能也不会有 特别好的结果 因为太多人了 是吧 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前段时间 我面试一个 三十四岁的文案策划 八六年的 还是好像三四对吧 这个哥们呢 他来面试很有意思 因为他在简历上 这个什么 写的 就是 具体什么 我忘了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 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还带着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之前 他作为作者编辑的 一开始我感觉还挺牛 还能写本书是不是 他做文案策划 那本书就是 反正就是一些 反正 教小孩 类似 这个什么 哦 教小 就是 教小孩 这个什么呀 生理知识的那种 类似那种书 小知识点的那种 by any way 我一开始还一直觉得 挺好 和于跟他深聊 就越聊越聊 觉得这个哥们真的是 很水很水 就水 怎么水呢 就是你 你作为一个文案策划 然后那 怎么讲 你要对产品进行包装 对不对 把产品的优势 特点 竞争优势 对吧 都体现出来 对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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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然后把它变成文字的形式 然后让用户看了之后 有吸引力 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 但是他 但是给我感觉他 跟他聊的过程中 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就是脑子里没有这根弦一样 你懂吧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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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要的工资还很高 要17k 我 我一开始面试 我一看简历想要那么高 我以为就很 很牛的一个人 你懂吧 我一开始我就说 我靠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文案 敢要这么多钱 我就说 我说那你一定是很牛 所以咱们聊一聊 结果越聊就让我觉得很水 然后 他在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什么 郑保远程教育 帮那个什么创始人 写一些什么新闻稿 就是 就是那种特别大的公司 不有一些类似公司内部的文化墙啊 类似那种 写点新闻稿 类似那种东西 我都看了 真的是非常官方 就跟他们的人民日报出的一样 就 还不如人民日报呢 对吧 就感觉 这个 就完全看不下去的那种 你懂吧 然后 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那你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怎么衡量你的价值呢 就是你要的这个工资没有问题 但是你怎么衡量你在一个公司产出的价值呢 对吧 然后他说 他之前在一个就是那种 做公关的一个公司 类似 他帮客户 帮那个什么新希望集团 然后那新希望集团的一个老板 要到北大去做那个演讲嘛 他们就做一些这些策划活动 发一些文啊 做一些远程直播呀 对吧 现场直播就是 到事嘛 然后呢 说这个什么 说 我问新希望给了你们公司多少钱 我给了50万 50多万 我说那你们干了什么事呢 他说就是发了一些文章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组织现场的这个直播 类似这种 一两篇采访稿 我说那怎么衡量这个最终的效果呢 我花了50万 他说点击率嘛 对吧 文章点击率 浏览率 我说浏览率有多少 有40多万 然后我就很惊讶 真的是 只能说新希望太有钱了 就是花50万 买来一个40万文章的点击率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去衡量 比如说你现在来我们公司 你衡量 你要这些钱 你怎么衡量你的价值 对吧 他说那我就是看 我文章的点击率啊 或者什么呀 对吧 我说那你 写过什么10万家的文章吗 他说这个 反正 他说写过 但是我让他给我看 他也没找出来 你懂吗 我就看了一些他写 总之 真的是非常水 同志们 真的非常水 你可能自己没见过 然后我就觉得 很 真的是我面试他 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我这个人呢 怎么讲 我可能出于对别人的尊重 任何一个面试者 我至少要跟他聊20分钟 你懂吧 所以 所以我就强坚持着 要跟他继续聊 跟他继续聊 然后聊完后来 我把他送走 我就很委婉地说 我说像你这个情况呢 那你可能去适合 到这个什么呀 到这个一些国企 一些事业单位 你去写一些那些公关稿件 他们不用直接体现效果的 对吧 但是你要是在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公司 特别是创业公司 你可能不合适 因为互联网公司 就是他账都算得很清楚 每个人的价值 对吧 对 你不可能 说你拿这么高工资 像这种情况 对吧 然后我中间还问他一个问题 我就说 多为一个文案策划 我问你啊 我说 你看 我把你招进来 对吧 你不就负责写文案策划一些活动吗 对吧 对 我把你招进来 和招一个中文系的 或者传媒系的 或者市场营销系的 一个本科的大学生 对吧 然后我给他个 七八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然后我就培养他两三个月 和你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 我说人家那时候都是九五后 九五后想法更多 对吧 对 然后呢 更新颖 这个这个这个 他可能写出来的东西 更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对 您这都八五八六年的 对吧 那你的优势 你就是你到底比他们强在哪 让我值得多付一倍的工资 他自己也没有完全说清楚 说什么我经验什么 我说你说的这些东西 还是那句话 他两三个月就可以cover住 搞定了 对吗 对 所以反正面试完了之后 这个我就觉得怎么讲 就是市面上像这样的一些 很水的人太多了 他可能在一个公司 这个哥们就在上一个家公司 干了四年 就那个正宝远程教育 对吧 他可能在一个公司干的太久了 然后可能就 就什么了 就就很舒服了 对吧 对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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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出来之后 你真正找工作的过程中 你可能才会 才会感受到 对吧 在市场上逐渐的发现 自己真正的价值 对 对吧 是 这是这个 这个哥们召集走啊 不牵倒 我就是非得要说 看我在这个给你 讲这个什么呢 你就觉得我在什么 行吧 所以 希望这个事能让 大家这个 有些思考 千万不要 最后 比如说 今年二十多 对吧 大家要开始思考这些事 因为你现在不做思考 你 等你想明白有一天 就 有些事情就是腹水难受的 对吧 对 你就是腹水难受嘛 你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你没有办法再重新来过一次 对吧 对 我之前有的学生 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那个 润嘛 我上 第一阶课 有没有跟大家讲 就是那个 在联想的那个哥们 他其实有好几次 跟我反馈 他特别后悔 当时没有去念大学 虽然他现在发展的 比他的那些高中同学 上了大学的还要好 但是他特别后悔 自己没有真正的去读大学 为什么呢 就是 他虽然自己自考下来 或什么的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 确实缺少 缺失了那一部分 对吧 缺失了一部分 他说 我 就是 就是 总是心里感觉 比别人有点 也不能说低一头吧 就是你懂吧 差点 对 虽然他其实很优秀了 我觉得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你没办法 这个事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他当时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觉得 这个学校一般呀 对吧 然后家里也不富裕呀 我想早点去挣钱呀 就这么很草率的就决定了 他父母也不懂 都是农村的 对吧 这个也意识不到上大学的重要性 所以他 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很随机的 就决定了自己 就影响了自己一生的一些决定 然后到后面 可能你就终身的 对吧 这个有些时候就会遗憾 小遗憾 对 是这个样子 对 好 然后 专科以后考研 专科能直接考研吗 不能 你要先报 你要专生本 生文本之后再考 对 对 还得学识学位 是 还得学识学位 是吧 那个杰西说专科可以考研 咱们太清楚啊 现在大家都考研 考研其实没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事 现在 就是你们 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学历泛滥 懂吧 嗯 明白 就是六七百万大学生 一块都考研 那就到市场上全都是研究生 对吧 嗯 那就是都是研究生的情况下 那就这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学历 它就失效 也不能叫失效了 而是说 就是 就它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你考研是为了增加竞争力 对吗 对 但是到最后变成了没有任何竞争力 大家都有这个 但是然后你又花了三年的时间 你这三年时间 我坦白讲 你如果到企业里 去好好工作 找一份能让你成长的工作 比如说像村长 像陆飞的开发 我们陆飞的开发人员 主程序 现在刚升职啊 对吧 开发组长了 就是一专科 之前他妈的在山西 学挖没专业的 对吧 是老男孩的学生啊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他不错留下来 然后人家现在 在陆飞干了两年 我操 开发水平 层层的 层层的 现在都开始给那个开源软件 供权研码了 对吧 对 直接跟那个老外 就他们聊天 对不对 就给他供权研码 就技术水平非常高 至少是在两年的这种 同等的技术人员里面 它已经算非常有效 成长非常快 对 就是因为已经可以做主程序 完全没有问题了 自己把后端全部搞定 它就是一个专科 但是我就这么讲 你在任何一个 就算是他妈 清华北大的研究生 读研究生 这两年的成长 也肯定不如他在工作中 这两年的成长 对 对吧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当那个学历 没有含金量了之后 你花了三年时间 去得到一个 没有竞争力的一张纸 你与其那样 还不如去 本科就毕业 找一个能让你成长的公司 好好干 干三年 得来的成长度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对吧 你花三年找一个敲门砖 有意义吗 并且敲哪个门啊 万一敲错了吗 对 万一敲错了呢 对吧 其实 其实我跟你讲 就这么讲 你考上最好 特别好的研究生 行 你拿的敲门砖不错 你能面试BAT大厂 对吧 但是坦白来讲 如果你本科毕业 就去工作三年 然后这三年 你开始从一些小的公司 然后你技术 确实不断成长的话 你三年之后 也是很有可能 跳到大厂里 对吧 对 并且当你有经验的时候 你在往大厂里去跳 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 就真的是容易很多 对吧 对 你比学校有容易 这个特别 应届生就非常难 我在深圳 跟那个一个腾讯的哥们 他的表弟 在我们深圳的学校上学 我就跟他认识 然后就聊 他说他们招那个应届生 两个职位上千个面试 全都是名校的 腾讯肯定不会招 这种普通学校的 全都是名校的 对 即便在全都是名校的情况下 还怎么办呢 因为人太多了嘛 所以他说真的就是 就是很随意的去挑了 因为都不错 对吧 对 所以考试都能考过 什么面试都能面过 对不对 笔试都能通过 然后怎么办 就是来 这个看这个长得好看一点 或者看着长得顺远一点 对吧 就真的就看这个了 对吧 那应届生就是这样 即便你是名校的 对吧 所以 所以 这是这个 OK 好 扯远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送一句话 就是 今天你敷衍社会 明天社会就会敷衍你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34岁的大哥 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他86年 干了他妈的六七年的文案 那个 一开始好像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就那个 那个编辑好像是 我忘记了 就干了六七年的文案 然后呢 对吧 反正肯定就是混了 看结果就是混了 对吧 我不知道它具体过程 但是看结果 我就知道 它肯定是混过来了 导致现在就会被打脸 对吧 导致你去要17K的工资 但是别人对你的市场评价 就他妈值7000块钱 对吧 那你就会很难受 你会很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一份工作是15K 10来费 可能是碰上老板不长眼 老板不懂你忽悠到了 对吧 对吧 但是 你这次 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你得到的这个价值 不是你的真正价值 你是虚高的 对吧 但是你当你真正 所以你再找工作 你要不然继续忽悠 但是你那么大年龄了 你不好忽悠了 对吧 没有真东西 对不对 对 所以那你就最后被打脸了 打脸之后你怎么办 你很难受啊 你不可能接受 奖心上这么多 对吧 是的 但是你又不接受 你就找不着工作 对吧 那你就好好好 最后没办法 还只能这么干 对吧 所以同学们 千万不要把自己 推到那个尴尬的境地 你会很难受的 好了 行吧 这个不多说了 就是这些 现在就签到了 我已经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吧 行 有些人 这个特别是老油条 他不愿意听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都懂 对吧 对 他觉得Alex 你讲这些 不就是忽悠我 最后抱你的客 说实话 其实道理都懂 但是你通过这些道理 如果你要思考的话 那就有帮助 你要感觉 你要是只是感觉 道理谁都懂 那 就真的是谁都懂 对吧 他就觉得说 Alex 你不是讲完这些 最后忽悠 说跟我们创造一些危机感 然后最后抱你Alex 这些课 肯定有这个目的 对吧 但是我坦白来讲 其实抛开这个东西 因为就是我跟大家说 我说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说 这个怎么讲 有多少人 有十个或者二十个 去我们能多挣十万 二十万的这个钱 我说这个你们可能不相信 因为你没有见识 你没有到老男孩的现场 亲自感受一下 我们的规模有多大 是吧 然后 所以我作为公司的 他妈的第二大股东 我现在完全不care 这个什么 我线下每个月 他们都开十多个班 我不care这些小细节了 对吧 但是那既然线上是我做 我肯定希望他把做好 对吧 对 那我 那甭管能招生多少 那至少我亲力亲为的 做这些事 然后 我能影响更多的人 我希望 对吧 就这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真的 我看的太多人 走了太多的弯路 对吧 就是 我身边的自己的朋友也好 包括这个 就是看到的各种人也好 对吧 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思考的人 我就老是想看一下 他的这些表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我就经常传达给学生 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影响他们 能让他们也产生思考 能避免走一些这样的弯路 但是很多人 他 说老油条就是 他觉得自己懂了所有 他觉得自己知道一切 但是他还是混得不好 对吧 然后最后安慰自己 说 嗨 自主常乐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自己开心就好了 是吧 但是你是在社会里生存的 然后 这个 就是 你会莫名其妙的 你会不自主的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对比 对吧 大王 有一个同学想看你的座右铭 看什么座右铭 不用看了 好 就你会不由自主的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对比 对吧 你 你二十出头的时候 没有人会说你 就有一句话叫默契少年穷 对 对吧 对 年轻过头一切都是希望 你就早上八点钟的太阳对吧 没有人说嫌你说工作 现在一般然后就看不起你 对不对 对 因为你有可能以后变得很好 但是当你对吧 人过三十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就真的是基本定型了对吧 你说你三十多还没混出个样子来的话 那你不是说别人看不起你 现在是对吧 这个都过自己的日子 谁也不用非力求谁对吧 没有看不起 但问题在于你自己会对比 对吧 对 你如果比你同学混得差 对吧 你一个同学如果一个月挣四万 你三十多了 一个月挣什么一万多 你心里就会不少 对吧 对 然后甚至你 并且你自己也会觉得 就像就像那个Rune 他说他没上大学 他总觉得自己感觉自己敌人一头 就是你心里有那种感觉 对吧 对 就是这样 所以